廣東新城今日仍然有大批公安及武警 進駐大敦村及附近的地區 有出民說鎮裏面的治安隊經常都難收保護費 是激起這次民憤的主要原因 龍麗魚去大敦村了解過 大敦村旁邊的九宇村戒備森嚴 四周圍都有大批公安、特警及武警駐守 幾格載滿公安的大旅遊巴及公安車駛向大敦村 沿途亦都見到蘇源的痕跡 政府建築物的玻璃被打碎 亦都有鐵門被推倒 馬路上面亦有十幾處被分剋 有目擊者說最少七格公安車被銷毀 大敦村村口亦都有大量的公安把守 有村民說見到擺檔的孕婦被打 他又說治安隊還鼓勵旁觀者一起打人 說每打死一個人就可以有五十萬的獎金 有市民旺 治安隊的隊員經常都會向一些擺地攤的人 收取保護費 要他們每日都給三十元人民幣 如果不是就會充公他們的貨物 村民亦都投訴治安隊無理要求 電單車和電動自行車司機交牌費 才可以出入該村鎮 油牌五牌都拿的 只要你是燒汽油的 一定要搬一下大噸牌 是土皇地來的 收費是怎樣的? 有熟人就是五十塊 每熟人就是一千塊 五哥就抓你的車 現在村民都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治安隊的行為 同時如實交代傷者的情況 無線電視機仔一龍惠魚在廣東 大敦宣報道 謝謝 謝謝